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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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出他的非凡的才能 不是个一般的君主 很像古希腊的那位大帝 就是亚里山大 秦王正13岁即位 从他从小的那种坎坷的经历 看的也多了 懂得多了 他是一个早熟的君王 到22岁清镇 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 就是他的母亲赵太后 这太后和他的原来的情人 吕不韦就寝复发 那吕不韦就经常进申宫 和这个赵太后去鬼混 这随着秦王正一天天长大 吕不韦害怕了 这样保持这个关系 将来被发觉了不得了 所以就想抽身 但是脱身容易吗 赵姬恨自己又怎么办 他没别的本事 跟你出了乱子还是行的 所以就把自己的门客 劳癌 介绍个赵太后 让他先以什么罪名 把他变成宦官 叫施公刑 施公刑的时候 收买施刑的人 假施刑 实际上没有阉格 只是拔掉了他的胡须 送去太后 就供这个太后赢了 但是老矮小人得志 和太后在一起之后 他就要索要 心要封个合物 然后封了合物之后 要递 有了爵位 有了领地 然后招响那盼 什么人都可以到他 来了一个不正当的人 那些土匪流氓 都可以到他那去 所以他就行持了 一支庞大的势力 这支势力 在秦国就仅仅赐于 李不韦了 李不韦 身为相邦 他在秦庄相王的时候 就成为国下 执展国阵 所以秦庄相王 是他一手 复制起来的 事事听从李不韦 那么李不韦 这个事理所当然的 他就要辅助秦王镇 这秦王镇小孩子 不懂得究竟什么关系 让他叫重父 就叫重父 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叫他重父 他很怀疑 但是不知就理 那么随着秦王镇的 一天天长大 在李不韦担心 事情暴露了怎么办 介绍了劳癌 劳癌也行喷胀 喷胀有了风厥 有了风地之后 就非常张狂 在朝臣面前 胡家胡卑 这当然他就得罪很多人 很多人看不惯 所以就有人 小心谨慎地 把太后和劳癌的淫乱 是肮脏事 就告诉了秦王镇 我们说过秦国 那历代国君 近四十位 在男女关系上都清白 秦王镇怎么容得 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肺都快起炸了 但是自己还没有亲政 一旦哪天我加官亲政 掌握了实权 我再痛下杀手 李不韦觉得怕事情败落 想个办法 跟秦王说 说你母亲住了一个后宫 这风水不好 他换个店 秦王答应了 于是赵太后 就搬到雍城 住到老地方去了 老都城雍城去了 在雍城那里 有这个老板陪着 两人在一起 生了两个私生子 秦王镇还不知道了 知道之后就要动手 那么脑癌那么张狂 听说了这秦王 也知道这事 所以叫卸下手为强 他就假借秦王的硬性 又假用太后的硬性 硬张调兵 我们知道秦国是信这个根据 不相信人 不管你是谁 你拿到证据来 再就可以按规矩动 所以拿到硬性的 就可以调动军队 调动的是地方军队 还有朝廷卫队 整个调动起来 等到秦王22岁 家官的时候 要清政的时候 老外想他今天是大喜日子 这个做国王没有比这一天 更大的喜事了 他还拿房子呢 所以就发兵 进攻齐连宫 齐连宫在雍城 那知道22岁的秦王镇 早有准备 指挥当时的丞相 在这里埋伏三千金碑 所以老外的军队 一去就被包围起来 打得落花流水 老外带着残兵败将 又围攻咸阳 以为秦王在咸阳 都不知道秦王镇在哪 围攻咸阳 但咸阳这里 又有精兵把手 来了以后围起来再打 隔杀无论 这老外只好带着几个亲信 逃跑了 秦王立刻下令全国 抓老外 抓到活的赏百万 抓到死的杀死了 赏五十万 这个赏金之下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所以没过多久 把老外一干人全部抓获 然后秦王下令 三族之罪 五马分尸 把他们以家族所有的人 散草出根 一概都杀掉 而且呢 脑外的门客 发配到八十五 发配人呢 达到四千人 最后事情彻底解决之后呢 又赦免了 这个发配的这些人 这事情牵涉到 相邦 吕不韦 秦王正就想 你是什么重负 我为什么叫你重负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 你哪去了 所以呢 事情牵涉到脑外 是吕不韦 这吕不韦 是一大笔投资 冒险 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投资 因为有最大的回报 结果在这里是血本无微 吕不韦 吕不韦一看 大势已去 这是不可挽回的 无力回天的 所以就喝毒酒自杀了 刘伟死了以后 有人偷偷地去埋葬他 也有过去的门客们 你知道吕不韦的门客多 还跟他写了书 也有门客们 貌似去调眼他 去哭 秦王又有指下来了 凡是这些可以调眼他的 埋葬他的 一女处以重罪 网友千年沧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夺走了这些军队 所以说调动军队必须要有异性 但是有异性 不一定就能够调动军队 年轻的秦王正平定了烙矮的叛乱 接着吕不韦服毒自杀 秦王正没有了后顾之忧 开始把全部的力量 投入到平定六国的事业中来 那么他先平定的是哪几个国家呢 秦王正在当权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攻战 由于荆轲赐秦王这一事件 促使秦国觉得要赶快完成 兼兵六国的大业 高建立在一基础 越是加快了 这个秦国兼兵六国的步伐 于是先向韩国开刀 因为是兼兵诸侯 不是说哪个有刺客我先干他 不是这个 从战略需要出发 由小而大 先灭小的弱的 然后再灭强的 第一个吃亏的是韩国 因为韩国我们知道 在战国七行中 他最没有可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他们也没有这个想法 韩国的祖宗 原本就是赵国祖宗的 在家里长大的 赵人对他有恩 所以后来强大起来 出了几个名人 所以后来三家分禁成立这么个国家 在三家分禁之后 和秦国作对 这韩国也就老是一个跟班 老是一个打酱油 都成不了什么正事 大事 所以在秦惠王时期 张仪主张罚韩 为什么呀 若靠近周天鹅 灭韩是小事 然后要把周天子的九鼎 给他弄到秦国去 也得选中韩国 所以这一次秦王镇 从战略上选中的第一个 韩国 灭了韩国 俘虏了韩国最后的一个王 韩王安 解决一个 那么韩国 交往最深的 就是赵国了 我们说过韩国的祖先 是在赵国祖先的家里 长大的呀 和赵国的关系不一般了 而赵国 原本成为 有一段时间 成为三东六国中 唯一和秦国 能够抗衡的国家 那就是在 赵武林王时代 赵武林王 胡扶其社 既发挥了北方 以代地为中心的北方 那种游牧特色 又发展了 以韩当为中心的 南方的经济 全国上下 胡扶其社 全民皆兵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 武林王是唯一一个 走遍自己国家的人 也是唯一一个 走到其他很多国家的人 而且呢 就是秦始皇的 曾祖父 在位时间最长的 那个秦昭湘王 他也是 赵武林王 派人到燕国去 把他保护 弄回来 送到秦国去 继位的 继位之后 他还要去考察 自己的装成 他的 赵国使者的随从 去看看 宣太后的能力 看看 这个新上任的 秦昭湘王 有没有什么本事 他走了之后 请宣太后才发现 派人去追 哪里追得着 所以这个时候的赵国 也具备了一统天下的 可能性 在战国七雄当中 赵国不仅民风强悍 而且能争善战的武将辈出 赵国的武将 除了连坡于李牧外 还有赵奢 楼昌 司马尚等等 可谓人才济济 将心如云 然而 面对如此强大的赵国 秦国却巧用计谋 一步一步 从内部瓦解赵国 最后成功平定了 这一心头之患 那么 秦国究竟使用了 怎样的计谋呢 可惜赵武林王 自己的事情都没处理好 最后被儿子围起来 活活地个饿死了 那么后边 赵国还是有实力 赵国的实力 经过秦国的摆起 长平一战 附入了四十多万 而且全部坑杀 所以赵国从此以后 是文清丧胆 最终攻下了邯郸 所以赵国再也没有什么 很强大的势力 除了秦国之外 赵国是最有人才的 连坡 令向如 赵舍 礼物 司法上 这么一排人物存在 赵国是还可以管些日子的 但是秦国使了反经济 让人们去贿赂 赵城国该 专门说坏话 老将军连坡 那是连坡老义 换上赵国就行 结果长平 打了胜仗 然后再去散布谣言 散布谁的谣言 李牧 这个李牧将军 是抗击北方匈奴的一个英雄 他们说他要造反 一次两次 这样所有的 说李牧造反的话 传到赵王的耳朵里 赵王终于杀了李牧 杀了李牧 废了司马上 所以只要这些 忠诚两将一去 赵国还有什么呢 第二 灭赵国 第三 没有魏国 这不是讲恨谁就先灭谁 秦国最恨的是魏国 因为魏国守住河西 是秦国白年之间 都不能够东渡和进入中原 把魏国打得满地爪牙 但魏国很早就沉浮于秦国 不是心里沉浮 不管怎么沉浮 现在是统一天下的需要 灭了魏国 应该说战国初年 有统一天下可能的 那就是魏国 魏国做霸主一百多年 战国一共就是一个二百多年 魏国占了一半 那么强大的魏国 强不过三代 第三代魏惠王 爱财如命 刚笔自用 所以这人成不了大事 也就是孟子里面 一再提到的杨徽王 这个人把他败下去了 所以一代一代下来 加上张仪在魏国做国下 就是做内奸 卧底 逼迫魏国 陈浮于秦国 陈浮了 我就走了 你又反了 又去合纵 我再派兵来打 所以魏国就是 丧失了最好的机会 失去了最好的梁将 那就是吴奇亚 当然吴奇在魏国受到压制 用什么呢 用什么旁军 桂林之战 马林之战 已经把他霸主的地位 格局的终结 以后呢 他就再不能起什么事 魏国灭了 灭了魏国 现在就要轮到 楚国和燕国了 燕国严太子丹 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 派刺客来刺杀秦王 这个仗是滴滴得算的 所以呢 大举进攻燕国 这个时候秦王手里呢 猛将如云 可以同时向各国开战 所以终于呢 太子丹被他父亲杀了 而燕王习又被秦军给俘虏了 燕国灭亡了 燕国在七国中 也是没有资格统一天下的 燕国本来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 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呀 它的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那个燕王快 孤明铃鱼 学习古代的姚顺善让 善让给他的国相子之日 结果呢 弄得燕国大乱 后来真正的亮了一次 是燕昭王 这个燕昭王决心报仇 做黄金屋 然后召集天下能人 终于来了一个当代最著名的 那个军事家 越义 然后越义派其他人 去联合猪后各国 共同进攻齐国 向齐国报复 把强大的齐国 打得七十多座城市 打得只剩两座 尽管如此 燕国仍然 他不具备 统一天下的资格 他没有这个能量 靠的 他所依靠的 越义啊 他也不是燕国人 他是赵国人 他原来不是中山人 中山被赵国灭了 所以称了赵国人 而且呢 就在燕国 他也不是始终失道信用 燕昭王一去世 他的儿子燕昭王 那就怀疑 这个人权力太大 能力太大 功劳太多 逼得他只好 跑回去 跑到赵国去了 所以燕国呢 他不具备 一统天下的基础 有网友问 秦灭六国 为什么第一个 要从韩国下手呢 从秦国 消灭六国的 这个顺序上来看 十年时间 灭了这个六个国家 从顺序上 我们得出一个 基本规律 那就是呢 先进后援 先弱后强 在灭韩国之前 秦国已经灭了 东州天子的后裔 灭了 因为州最弱 最小 那么州的邻居 就是韩国 就近方便 那就灭韩 再说韩国 在诸侯六国里面 又是最弱的 灭掉韩国 很有把握 灭掉韩国 对于等于说 是宣告了 灭掉六国的 一个号角 战国七雄中 楚国的疆域 曾经最大 有强大的实力 和秦国 一度是势均力别的对手 而齐国 更是诸侯间 首屈一指的大国 不仅经济发达 文化也很发达 那么楚国和齐国 这样两个大国 为什么没能抵挡住 秦国的进攻呢 恒臣则秦帝 纵贺则楚旺 这话原本是纵横家 苏秦说的 就是说连横成功 秦国同一天下称帝 合纵成功 楚国就可以同一天下 称王 因为自春秋以来 楚国僵域辽阔 地大无薄 整个华夏大地 当时七雄争强的时候 争强之初 这个时候楚国 占天下的一半 以湖北湖南为中心 东面而下 源于江苏 安徽 江西 然后上面 一直到四川 重庆 然后再向南 还有钱中 贵州 云南 你想想楚国有多大 但是战国以来 这个楚国 一直没有实行过 一次彻底的改革 无奇跑到楚国 在楚道王的支持下 实行变法革新 结果楚道王一死呢 他自己被乱箭射死 所以他的变法失败了 到楚怀王的时候 又又有一位 诗人屈原 具有诗人 这个特色的屈原 来主持全国的改革 但是又受到 楚国像金上 震袖 这些人的诬陷 外面有张仪的 大古道 所以屈原 最终是被流放 寒奉而死 自投弥落江 楚国的改革 一次都没有成功 因此楚国呢 是遇到战国 一代不如一代 而且楚国的国君 就在这样 每况愈下的时候 春秋末期 每况愈下的时候 出个楚平王 跟儿子娶媳妇 看见漂亮 自己把他娶了 这就引起 树代之乱 而楚国啊 这个太子杀国君 弟弟杀哥哥 这样的情形 在楚国的王朝里 是一团团麻 多的是 最终呢 被吴国 被吴子熙率领的吴军 一直杀到楚国的首都 占了楚国的王公 到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楚国 才去向秦国求救 其外国不出名 是因为你楚国 一团团麻的 因为楚国在战国时期 没有几个像样的君主 没有实行过真正的改革 一直是 他和周朝 周王朝一样啊 也分封了很多子弟啊 结果伟大不调 你不能调动 这些人各自为政 收割名值名高 国家又有什么事 大家不出力 加上张仪 也骗淮王 然后怀王又在秦昭王时期 被骗入五官 就被秦昭王留在五官 最终克思于金 到他的儿子 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这样呢 楚国失去了 统一天下的资格 但是有一点 楚国上层腐败 明星 却是爱国的 屈原写下了那么多的爱国诗篇 在先秦时代 所有的知识分子 都可以 都有西走 服务于他国 纵横家 更是朝其莫属 唯利是徒 但屈原呢 身为楚国人 死为楚国贵 又有那个楚国的情节 但是不受重用 所以楚国的灭亡 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楚国的民心 楚国的爱国心 不在最高统治集团 而在民间 因此秦昭王 统治十五年之后 爆发的秦昭农民大起义 首领全是楚国人 陈生吴广 刘邦相 哪一个不是楚国人 就一个张扬 是韩国人 其他都是楚国人 最终战胜秦朝 推翻秦朝 那就是楚国 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而且把秦国所有的 法令制度 这一套帝制 搬到汉代 所以汉秦秦制 所有他的医学制度 官司的设立 官府的设立 全都是秦瑞王的时期的 这是楚国 在战国七雄当中 位于最东部的齐国 是一个相当耀眼的诸侯国 在长达八百年的周朝 作为最早被分封的 诸侯国之一 齐国一直以来 实力都不容小觑 从春秋五霸 到战国七雄 齐国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是 即使如此富庶 富庶强大的齐国 最终也未能做到统一 甚至最后惨遭灭国 那么 究其根本 齐国失败的原因 究竟有哪些呢 请继续收看 华中师范大学 刘兴林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春秋战国记 第28集 荡平六国 秦国最后消灭齐国 齐国也是有资格统一天下的 可以完成统一天下大业 因为在齐明王和秦昭王时期 他们曾就晚过一次做地 一个称为东地是齐明王 一个称为西地是秦昭王 但是这没玩几个月 在纵横家的游说之下 说这个要做地 必须统一 这样两个地 还是不行的 所以各自去掉了 自己弄来的这个地号 说明一点 齐国 有统一天下的可能 而且战国时代 从春秋到战国 真正的军事家 出自于齐国的最多 齐国的军队 不一定勇敢善战 但是齐国的军事家 善于作战 善于布置 因此打败那个 魏国最大的霸主 靠的是齐国 齐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 但是齐国 由于他的富有 是这个国家 他以为享受得多 起威望时代 起宣王时代 这个齐国都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又建立基下学宫 招提牵下 各门各派的学术精英 在这里成立最早的 社会科学研究院 专门去研究天下形式 研究政治 之所以没有能够统一天下 起威望之后 起宣王 起宣王之后 他和儿子齐民王 那就又和魏国第三代 魏惠王是一个样子 浩大喜功 张狂却没本事 最终被打得 离开京城去逃亡 被人杀了 所以齐国也是后继无人 这样最终 秦国对齐国发动进攻 不为什么仇恨 因为咱们一个在西 一个在东 向来是无怨无仇 统一天下 大势所居 哪能不灭掉你这个国家呢 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 有网友问 当时战国七雄中 有好几个国家 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 为什么只有秦国 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呢 最重要的三条 第一 重温上温 至存高院 第二 严明法律 没有昏君 无人的就淘汰掉 但是他没有出过昏君 有的在位时间比较短 建功比较少 但是也是努力的 在向这个统一中国的 道路上迈进 这是第二 第三 广用客群 唯才市区 这些都促进的 秦国是唯一 统一天下的国家 秦国平定六国 统一天下 可谓水道渠成 一个江域辽阔的 大一统帝国 在秦王正的手里 变成了现实 秦王正也成了千古一帝 秦始皇 那么平定六国之后 秦始皇的功绩 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灭掉六国 这不仅仅是 秦始皇一个人的功劳 是从秦宪宫以来 秦孝宫 秦会王 秦昭王 特别是会王昭王时期 基本上把诸侯六国 打得不敢还手 但收拾的都收拾了 所以需要的是一个做卫生的 扛一把大少主 来扫天下 打扫垃圾 所以这个功劳 要说他确实秦始皇完成的 要说建功立业 这个最大的功劳 是他的祖上 他的真主 刀主 他们都已经建立了 良好的基础 基本上打败了六国 秦始皇就是收拾残局 如此而已 秦始皇真正的功劳 在于他统一天下之后 然后北伐匈奴 南征北越 然后解决大西南的问题 秦始皇不简单 每天读书 是论金量 120多金的文章 都得看完了 逐渐 清理清为 处理正事 而且秦始皇还特别强调 男女关系问题 淫乱问题 所以他做到了书同文 车同轨 统一杜良恒 从他留下的那些 那些个时刻文章 不仅仅是宣扬自己的功劳 而且要求百姓 坚守伦理道德 严禁淫乱之风 这些都做得很好 做得最 最好的一件事 执行均限制 有大臣来歌颂 说您的了这么大的功劳 怎么怎么力 歌颂一番 另外大臣就出来说了 这么大的功劳之后 咱们要学习下商周 特别是周朝 要大兴分风 无非这些人 都想讨个风 唯独理事 坚决反对 说周朝之所以 造成了东周 诸侯混战 打五百多年 什么原因 最后祸首 分风之 所以绝对不分风 因此秦若皇的儿子们 没有一个得到一寸土地 得到一个封号 这是最大的功劳 第一个真正中央集权的 大一统的帝国 在世界上 它的疆域也是最大的 实力也是最强的 被羞弱之后 把诸侯战国时代 在诸侯各国的长城 靠北地连接起来 行持了中国最伟大的建筑 万里长城 有人说万里长城是耻辱 说那是表示着我们软弱 不 它象征的是中国人不好战 但是也不怕战 这个万里长城 就是在卫星上看到地球 是也可以看到的 它象征着什么 就是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 是以防御为主的 他们从来没有去到哪个国家去打人家 这不很说明问题吗 但是长城它又是坚固的 你这个防守 也不是你想攻破就能攻破的 它有它的象征意义 它不是耻辱 它是象征的爱好和平 这个抵抗侵略 诸万里长城 然后大搞建筑方面 那秦始皇当然也有不少的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 不像古代的什么商周王 夏节王 周幽王 由于宠信某个美女 就胡作非为 商周王 看见两人过河 为什么这老人过河 不怕冷 这个年轻人怕冷 那是因为 这老人 他是父母年轻时候生的 金学旺盛 这个年轻人 他父母连老生子 金学不足 不信 把腿砍了 看看 这样的国军 那才是暴虐无道 秦始皇医生 聚功兴奋 应该说 他权力欲 晚年的求神仙 这个都是错误 错误最多 那在他的功劳里边 那是白臂为虾 总之 秦始皇统一中国 是华夏大帝 第一次有了一个大统一 谁分裂 灭了谁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秦始皇的功劳 是功标史策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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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